這是濕龍魚的米粉 我們來到這裏 是一個有錢人開的奇美博物館 是不是好像歐洲呢 這裏是台南一個私人的博物館 這位許文龍先生的夢想 就是希望有一個博物館 所以他就開了這個私人的博物館 而這博物館裏面 他除了有藝術展品之外 也有很適合小孩子的獅子老虎 大象的模型 他是很大跟實物一樣 那麼大的 這裏便是廉門錯門 這個人是廉門錯門 以前是一間日式市集 一間銅廠 現在代價為美食 這個位置就是魔法工廠 這裡最多就是打卡 因為有一點像哈利波 這裡除了有打卡的地方 也有這些規定的情緒 還有一些打千秋的活動 還有一個在上面好像跳樓一樣跳下來的遊戲 這個是很恐怖的 但是這次這個比較慢 剛才看到一個是衝下來的 所以這個 這裡呢 晚上我們就來了這間 台灣是高雄最出名的 炭佐麻利燒烤店 這間餐廳比較大 還有環境比較漂亮 這裡總共有兩層 每一層都很大 我會推薦你們吃這個沙龍 看這個燒馬 還有安康魚壽司 還有安康魚壽司 好吃 好吃 阿蝦 做一個敷衣 餐廳 然後我們吃這個沙龍 我們來吃這個沙龍 要在沙龍 要是買到沙龍 但我沒有說 應該是有敷術 我們來吃這個沙龍